欢迎进入天天向上 台湾的报纸上只有一个东西是日期的 艺能界还有头比我大的 机器猫 走过了吴针蟹 来的是大兵 那八波大兵奔独头 独头泡兵并排跑 标兵化杆大兵行 走喽 哎呀行喽 来的是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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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2月21号晚上 瞬间动大兵 谁是local king 欢迎进入天天向上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自宝岛台湾的local king 吴中兴掌声鼓励 大家好 感谢你们来收看最好看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 从这一集开始呢 就是由我吴中兴为大家来服务热情给自己再掌声鼓励 天天向上 跟大家在一起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了 人家说 节目久了就有老态 老了就有皮态 皮了就会淘汰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过去天天兄弟们 为我们大家抛头颅 撒热血 总算是 今天这一集 也就是参加他们五位的告别式 一起来欢迎天天兄弟出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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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哥好 献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天天兄弟 终于喊齐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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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献哥好 谢谢过去啊谢谢你们啊 谢谢谢谢啊 这个节目 哎呀哎呀 怎么一上来就摔跤了 谢谢谢谢 谢谢 而且离开这个节目以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首先就穿上黑色的衣服 对 来看一下献哥 哎哎哎哎哎 我们给献哥修了工吧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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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哥呸呸呸呸 呸呸 我们上台之前好慌 慌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黑白超边放在哪里 今天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 能够把献哥请到我们节目上 是的 是的 我是献哥拉把长大的 哎呦 我是他一把使一把你要为我长大的 难怪这手还有一点死胃 哈哈哈 如果到内地来做活动的话 有没有也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当然要看啊 而且你们这个主持人里面 还经常换来换去 有一个我最喜欢的 啊那个蛮可爱的 谁 海涛嘛对不对 哈哈哈 啊 忘了介绍这位何中老师 啊 谢娜你就是会乱讲话 你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当中 主持人彼此之间的搭档 在内地来讲已经再也没有对手了 真正我心里面的第一名 哎呦 谢谢 我上本台另外一个 跟你们一直有余量情节的节目的时候 我也没讲过这句话 哎呦 哪一个 这个这个 不方便讲 不太方便讲 都是好朋友嘛 都是好朋友 对 不过我今天一来的时候 我先到台长那边去走了一下 台长一直在 希望这个钟线可以到本台来开个节目 连名字都定好了 什么呢 快乐向上 哈哈哈 您这是集结的 我都不肯的 后来我们改名字了 向上大本宜 哈哈 一样的 评论一下我们就几个年轻的主持人 你那不用讲了 你算是学养里面最好的 他是放养的 哦 放养长大 你是倦养的 对啊 田远 对对对 很有味道的一个男生 对啊 刚刚一直到 他在后台一直放屁 我也 哈哈哈哈 哇 小我 韩国小朋友 感谢您的 感谢您的 你会讲韩国话吗 呃 他忘记了 我都教他教好久了 对 真的是韩国人吗 钓鱼台是我们的 哎 他们没有要 他们没有要 但欧帝不用讲了 对 对 从小看着讲大 我是献哥带进内地的 是 献哥是我的恩人 对 要不是没有他的话 我现在应该会更好 我讲 你看嘛 你这个人 我讲真心话 我带过的人当中啊 最喜欢的 就是周杰伦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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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说话最实在的 验一只天的地 是故书观 里面的妈妈 撒到就散断 吐吐吐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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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玉琳 蔡玉琳永远是我的最爱 但是我以前周杰伦进 献哥公司的时候 只是一个打闸的而已 有一次献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段说得特别好 太空船飞上去的时候 他要飞得更高 要把那个 富游巷要扔下来 对 他现在就是被扔下来 那个富游巷 躺在太平洋当中 你看着那样的一个飞船 飞到很远很远 越飞越高 对 也是一种享受 当年小朱跟欧帝 他们两个人的那个经纪人 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形容的就更卑微了 经纪人跟艺人之间的关系 就像在放风筝 一开始我们要用力拉拔着你们 跑跑跑 等待风起风一来 你这么飞得飞得很高 到最后才发觉 我们跟他之间的连线 就是一条线而已 无中线而已 对对 有中线 你最后绳子断掉 你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人 哎呦 讲得多好 真的 对对对对 这个是你的前经纪人 希望我带给你的话 没问题 没问题 我觉得现在马上把它听进心里 隔一秒就忘掉 哎 这是前锋 好棒 哎 你们这个真的是人才记忌 前锋主演的电视剧 是是 九合入海 对 马上要在央视播出 央视八套的收官大作 原本是要在央视一套播的 一套的领导一听说 有前锋主演 放到八套 哎呦 这个是因为你差点放在少儿频道 啊 我觉得今天献哥来 对前锋来说非常好 因为献哥一来之后我就发现 前锋的头并不是那么大 哎 嗯 跟献哥比起来那是大屋见小屋啊 像 哇妈 艺能界还有头比我大的 谁啊 机器猫 哈哈哈哈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非常精彩的片话 哇 九合入海 好 大家假装看完了 看完了 谢谢 怎么样怎么样 表现得怎么样 演得非常好 是吗 入目三分 哪个镜头你觉得比较好 就是由真飞出来的 他不是演那个 不是啊 他不是演那个真飞 不是 我们其实今天请到献哥 有很多很多问题想请教 我那个时候最开始也是看献哥的节目 全台上下包括台长就得研究 最好的综艺节目应该怎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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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就看献哥的节目 没有没有 大家真的这个样子吗 真的 这么多年来 你访问过很多人吗 是 有没有很难访问的 没有啊 有没有那种上台以后不愿意交流的 说话 王菲话最少 哦 对 他最好玩 我们会逗他 然后你问他什么 他回答很简单 是啊 那我会用脚去踢他的高跟鞋 啊 那你觉得呢 啊 我们现场随便叫一位观众 那个 头发像那个御饭团的那个 哎呦 厉害了 哎 你好 憲哥好 憲哥好 你好 你好 叫什么大名啊 我姓李 啊 姓李李童 李童是吧 李童贵姓 不要这样问了 李先生姓李啊 哇 你眼睛真有特色啊 小眼睛嘛 小眼睛才好啊 你看前面 有没有 我告诉你 我们最近刚好在拍一个电影 你就是第一男主角 看着前面 李猫换太子 所以他演的是 李猫 哎呀 他眼睛 眼睛看比较中间一点 小斗鸡 对 看不开 你要看开一点啊 最近有出唱片吗 有有有 出唱片 快点 没有 给你干你就往上排 他是一种啊 最标准的不能犯案 是不是你干了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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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讲三次的那一种就是说谎 有没有出唱片 有 有 有啊 新歌叫做 甜甜向上 我以为他主打歌的名字叫做 我看不开 哎 这个歌名好啊 你看我使不使用唱这首歌啊 真的看不开 真的耶 那如果舒淇出唱片 那就我看太开 我看太开了 对不对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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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诉大家 哎 献哥呢是这种 免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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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吧 你 他还每一个握手 他以为开各唱啊 哈哈哈 出了唱片了 其实献哥除了主持之外 人生经历照样也是非常精彩 嗯 为了让我们天天向上的观众朋友 更加了解 即将接替天天兄弟主持 天天向上的这个 大 我要请 献哥啊 我们来讲述一下 献哥漫长的人生曲線 哇 献哥的人生有如这个 少年屁的故事啊 啊 啊 少年派 来一下 哇 你的人生好复杂哦 就像古事一样 你的人生怎么是一个惨白的人生 这是一开始 零岁 献哥刚好大我一轮 真的假的 看起来童年耶 这样的马屁拍得他很舒服 不是我保养多大 是你疏于保养 零岁 9月嘛 我跟刘德华刚刚差364天 差得挺远的啊 他是9月27 我9月26 对 谢谢 艺能界里面啊 长得帅的 都是天秤座 刘德华帅不帅 帅 金城武帅不帅 林志颖帅不帅 帅 古天乐帅不帅 对不对 全世界最有名的摄影师 知道吧 谁 你们家是歌手啦 是摄影师吧 他曾经想过这方面 所以韩哥是什么星座 我改一改吧 我改到你们天秤座了 我白羊座 有没有看到 对不对 我跟什么地方 同月同日 哎呦 我跟阿童木 同年同日 哎呦 开玩笑 要这样知道 不要惹我们了吧 巨蟹 哎呀 你看有没有看到 梁朝伟 梁朝伟 天秤 梁朝伟 巨蟹 天秤 他抱错户口 乱讲 梁朝伟 天秤 你问他 天秤 巨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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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蟹的个子都不怎么高 那就对了 你干嘛 我这穿球鞋 你内针高 敢不敢脱 你敢不敢脱 待会没脱的话 好不好 哇 就是没有这个桥段 所以没有 没有这个桥段 16岁的时候 独自一人到台北闯到 我开始唱名歌 我那个时候就独立了 自己一把吉他赚钱 助唱 全家人都我一个人在养 全家有多少人 就一人 一个人吃饱 好辛苦 但你一个人上台北 是因为家境不好吗 家境还算很好 因为男儿自在四方 人总是要有点理想 有点目标 那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好像是 灵魂被禁锢在教堂里面 不喜欢 灵魂被禁锢在教堂里面 那是一个怪 吸血鬼吧 教室里面 然后我就开始去唱歌 唱个名歌 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我以前头发流到腰 你相信 那你就应该被禁锢在教堂里面 那就是鬼啦 对啊 我唱那个heavy metal的rock 真的啊 老师给一个 给一个低调 Axmama for the 50 cent See the elephant The drummer's band Jump so high And the weather sky She bought a little She cancels Walk in the dark 这个歌叫Walk in the dark 生意好吧当时 相当的不好 什么唱完你还问我生意好吗 对啊 你应该说哇那生意应该很棒 导播不好意思给他补个镜头 说声音应该很棒 跳一下 声音应该很棒吧 不是汪涵 好 就酒吧助唱 接太快了 那个时候在台湾 胡德夫 李双泽 他们就提出应该唱台湾人自己的歌 对 很多年轻人大学生写歌或干嘛 对 就在这个年代 就在那个年代 然后我就开始唱了 然后到后来 这个李宗盛出现了 我跟雅我唱九点的 九点 我的后面十点是一个叫做 周华健的人 哦 暗香水 蓝纷飞 喇叭用一声去吹 那我是当时的红牌 罚下的 怎么会 然后我就原来唱唱 唱到快要结束的时候 谁来了你知道吗 谁谁谁 李宗盛啊 哇 他那个时候已经写了很多丑红的歌 然后我一看他来疯掉了 我的机会来了 Lad up the band is tight And your eyes are going on But you burn onto my intimate 是一首像的曲 听出来了 三像 唱的是全场疯掉了 然后慢慢我看圆圆的地方 周华健走进来 李宗盛就 哎 华健 然后两个人就走出去了 都没有再回来 然后后来周华健就出了唱片 追逐风 追逐太阳 在人生的大岛上 真的耶 追逐我的理想 后来我就没有机会 但是过了一年以后 我就发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唱片 这是同一个人吗 Of course Oh my god 你刚不是要找黑白唱 找黑白唱 找到了 找到了 这个歌是我们到目前为止 应该在华语歌坛当中 歌名最长的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7个字 17个字 有没有就是上去就是报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唱一首歌 歌名报完以后 大家就已经都走了 因为当时歌写好了以后 然后要做企划的时候 突然间才发觉 这首歌没有歌名 干脆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还是夜晚想起我 那感觉像特种行业的 你看 管他就整个就整个 大家的名字全部都怒动一块 对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所有人都反对 后来还是依照这样上来 又管他红不红 对不起嘛 歌名是最长的 对 老师给一个D好了 又给个D 又给个D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样的夜晚 适合在电话里 只有几句消息 那彼此问候 记着两端的猜测 是这样的夜晚 想起我 我 一听就知道是哪首歌了 那年大概是 二十来岁 因为歌红人不红 我第一次尝到走红的滋味 在新马到那边宣传唱片 穿个短裤穿个托板 走路开开的 有点简直 就出去了 对 就这样啊 对 一看 不得了了 外面拉拉布条的啊 什么 橘海报的 全部是我的粉丝 红了红了 至少五百多人 天啊 青马 加起来才多少人 能够出来五百人已经很不错了 真的 这个算粉丝街机啊 街机啊 那是巨星才有的 对 然后呢 啪 赶快行李箱打开 藏库什么 哇 塞住起来 整个弄好了出来 然后 以王子的姿态跟大家 是是是 大家好 大家好 Thank you I love Singapore 我先带他进去换完衣服 就吹一看 人都走了 对啊 他太新马一代人 现在都很痛 是 有时候去一些餐厅吃饭 没有没有 还会保有当时老板 或者很多朋友 跟他一起合的影 黑白照片 因为放时间太久了 什么话 退色了 你讲得好像我跟慈禧太后 打过麻将 很年轻的 我们接下来 然后一路就攀升了 我出了讲唱片以后 结果到这一边 我竟然拿到一个金曲奖 哇 这张是这样照片吗 对 对对对 这个是应该被囚禁在教堂里的 所以我们过去的创意 在这里就出来了 真的棒 在美国很多系列也抄这个 阿凡达 你不要看到蓝色就说阿凡达 那这首歌我很喜欢得奖 这首 金星瓦砂金 是 嘿嘿 老师 给个滴 给个滴 你怎么知道 对 我每次都模仿你 滴 我一定抓紧 感动天主要爱你生 真心我抓紧 我抓紧 哎呀 真的 真好听 挺好听啊 真好听啊 嘿嘿 后来就拿了金曲奖 这个时候是我 内心世界很纠结的那个年代 为什么纠结 因为我也觉得 我是一个歌手 我不要再搞笑了 但是没有想到 无心摘花花 花不发 哎 有心 无心 无心摘花 花不发 有心 有心摘花 花不发 是 无心插柳 柳橙枝 赢啊 赢啊 柳橙赢啊 柳橙枝 后来就变成 我那个时候主持非常多的校园演唱会 对 对 两千场 台湾的校园呢 他们就迎新 然后还有宋舅 毕业的时候 校庆的时候 会请歌手跟主持 是 来学校热闹 是由献哥先开始 先合 对对对 刚好就有很多主持的机会 台湾有所谓的 两张一壶嘛 张飞 胡瓜 还有小燕姐 小燕姐 那个年代 我就突然间又插进来 这个他不好讲 我来帮他讲 你要讲吗 我怎么好意思说 三个都被我干掉呢 哎呀 哎呀 当时呢 收视率的保证 就是呢 两王一后 他以黑马之之 直接呢 以高收视率 冲破两个王 一个皇后 成为了三王一后的代表 哎呦 没有没有没有 当时三王一后有多厉害 台湾如果有 任何一家演艺场所 濒临倒闭 哇 只要一挂牌 说今晚 三王一后当中的一位 要来 就救我了 那时候的两王 就像韩哥 跟何俊老师 有你们就有收视率 没有你们那一集收视率就完蛋了 那也没有啊 有时候没有我们收视率也挺好的 不可能 不要迷信 后来呢就做了一个节目 大家最熟悉的 我猜 我猜 我猜猜猜猜 哇 那一个节目一做做了15年 但是没想到15年后 是被一个王八糕子 做了一个节目 叫做魔王大道 哦 然后就顶替了那个位置 15年了 一个节目做15年 被这个人顶走了 江湾以后才人出 各领风骚30年 是是 这个就交给你了 交给你们了 对吧 15年了 对不对 那个烂摊子没有他来收视 我也觉得怪怪的 不不不不 太久了 没问题 到了后来 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 人红 绯闻多 新闻界 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当艺人的话 没有新闻就是坏新闻 那绯闻都是假的 对不对 台湾的 报纸上只有一个东西是真的 什么 日期 还有天气啊 天气也不准 天气也不准 天气特别不准 对 害我们带六把伞出去 你带那么多伞干嘛 一二三四五六 四五六 你们两个应该不用 头那么大下雨不愁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献哥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心声特别的宽广 我到献哥家去做客嘛 吃完饭之后说 哎哎哎我带你到我们家地下室去看一下 地下室 对对我们家地下室养几只兔子 独耳兔 我养40只兔子 然后到了地下室去看 没看见兔子 对 我们说兔子呢 哎呀先不要看兔子 看看我新买的这辆劳斯莱斯马 原来是借兔子 看兔子 到1999年 诶 绯闻你跳得比较快啊 诶 绯闻你跳得比较快啊 对啊 诶 绯闻有他多吗 啊 诶 你怎么一指就准啊 诶 你好准哦 真的准啊 还好 他就乖一点 你应该没什么肥 对对对对 完全没有 我跟你讲 是不是跟女朋友分手了啊 对不对 我看人很准的 要你管 怎么后面怎么少一个 那个去处理绯闻了 好好好 跳了一个小低潮 哇做了好多好多副业 唱片公司 叫做阿尔法 阿尔法唱片 我LED也是叫阿尔法 阿尔法是什么意思呢 是一种声波 声波 所以人跟人我讲话 你听得到的原因声音有阿尔法波 因为我是做唱片的 所以就叫阿尔法 对 那些公司有哪几个人 最多的时候有八百多个人 二十几家公司 哇 唱片加经纪加 唱片 经纪电影 还有录音室 餐厅啊什么 对对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开始萌生做生意的念头 我会觉得说 上台总有下台时嘛 对 我们有时候还是要找一点这个副业做一做 对 侧面这个角度你看 有点像黄安 站后面一点 你这么讨厌黄安 没有讨厌他 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嫌隙 一点都不会 不讲他大家都已经忘了 那就不讲了 后来就捧红了周杰伦 憲哥你讲一下 你怎么发现那个周杰伦 我这个人喜欢乱承诺 也是我很巨大的一个问题 我还没有拒绝过 我任何一个好朋友跟我开口 你拒绝我了 我哪有拒绝你 你那时候开唱片公司的时候 拜托憲哥帮我发一张 这个 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赔钱的生意没有人做 杰伦那个时候是比赛 还不是冠军 岳冠军的亚军 我一看他写这个旋律各方面 真的很棒 我就把他叫过来 帮我助理 打理一下我音乐的东西 待了一年 有一天他说 憲哥 我想出 哎呦 哎呦的唱片 哎呦的唱片 我心里在想说 对啊 如果来个谢霆锋 对不对 汪涵这么帅OK 我就出了 出了 当时看不出来 但是个普遇 我一看又这么认真 打扮起来人模狗样的 不 还不错 嗯 好 我想说敷衍他一下 我说写歌 你写50首 挑10首我就帮你发唱片 然后第一首 嗯 可爱女人 我听也听不懂 听不懂 我又敷衍他了 我说编曲要花钱了 所以我们等收好全部 然后没关系我自己编 蛤 自己编啊 整张录起来 我心里想找一首听得懂了 就当主打 敷衍一下 第一首到第十首 全部听不懂 我 后来终于得到一个答案了 只要越听不懂的 越容易走红 真的 因为大家要拼命想去听 对啊 听很多很多遍才能听得懂 第一张唱片以后 周杰伦就变成现在的周杰伦 就听周杰伦了 对 所以我们要给 不断给别人机会 解决别人的困难 也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 所以想办法帮帮你的朋友 你也解决了自己所有的困难 那为什么 真好 后来要把它给 因为20034年 我说结束的那一年 就刚好是全世界音乐事业结束的那一年 开唱片公司 没有一家能赚钱 赚钱 对 因为很多人都download 下载 很多从网路上面去看 所以你就把公司 对 我是整个公司 而不是外传的说什么 把周杰伦卖掉 我们还是很好的一个感情 他们故意要曲解台湾的媒体 太坏了 很过分了 对对对 欧迪也跟我讲过这样的事情 好坏 哎呦 哎呦 我又不是媒体 对啊 好坏 然后开始转做副业 我做很多副业 最多呢开过 102家餐厅 别门的时候也有 健身房 对 咖啡 咖啡很多 休比都华餐厅 休比都华餐厅 恶魔岛 监狱餐厅 还有那个唐朝 唐朝很有名 吃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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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做了吗 不做了 都倒光了 什么倒光了 还有几家 应该算是风中残厨 为什么 我不喜欢 他完全做事情凭兴趣 一高兴一朋友一忽悠 弄啊 就跟我说的嘛 我还没有拒绝过我的朋友 是 承诺的也不见得 所有的都已经实现 所以憲哥就是这样 凡事先承诺 哎好好好 没问题 第二天再问他提醒 我有吗 那韩哥 憲哥有答应你什么吗 我反正自己先主动把他忘掉 免得一些尴尬 其实我蛮后面才得到金钟一下 等了二十年 你要欧帝多快 我没有 一下子就得了 没得 入围而已 哎呀 那我这个误会啦 我们评审还是蛮公正的 我一直以为是你得啊 没有 董佳佳跟那个许孝顺 是我们所有的兄弟都在祝福他 对啊 他也打扮得非常好 弄一个拐杖 弄一个拐杖 他知道有可能自己不会得 拿个拐杖 至少 然后欧帝 欧帝那天穿得跟棋盘一样 黑白格 因为我认为那个奖 还是应该前辈拿 他们等了那么久 对 而且不知道能等多久 还不知道等不等得到是吧 对 接下来 L.E.D.是吧 糟了 L.E.D. Light Emitting Diode 我必须要 来 老师给一个低调 这个不能唱 我一听你讲英文 我就以为你要唱英文歌 然后我的生命当中 还没有过失败 只要还在努力中的事 都不能叫做失败 所以 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过世前 他还在叮咛着我这句话 他说 他说 最好的朋友 乔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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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人要勇敢地去做梦 人家都认为不可能 那才叫吴宗憲嘛 所以我要做一点 你们都想不到的 汪涵突然间有一天 开了一个舞展 跳芭蕾舞 穿紧身裤 天鹅舞 跳芭蕾 对 我们大家去看 你会觉得说 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 那你现在这LGD 很多朋友 也特别担心你 因为好像投资很大 要画出去吧 要画出去 而且要写 U P I N G 再往上放 再往上放 不够了 没死了 画到脸上去 现在这个状况还可以吗 非常好 有组装厂 风装厂 因为大家知道节能减排 要靠我们大家来 早了 开始了 完了 大家可以睡半个小时 地球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大家 不要让嫦娥笑我们 其实为什么呢 有一会儿我跟憲哥 坐同一班飞机 还飞蛮久 两三个小时 憲哥从上飞机开始 哎呀 厉害啦 厉害啦 我告诉你 我这个LED啊 然后一直到飞机降落 各位旅客 我们现在降落 不得了 我告诉你 讲了三个小时 还在真是 用心了 想把自己全身心 都投入到这个世界 给大家做一个启发 你心里面有这个梦想 把它完成了 就是对 Nike 你是特步特步 特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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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的脚步 特别的脚步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去当了一个 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不懂 艺人里面很少有 当过上市公司董事长 对 憲哥那三个小时里面 有一段话 让我印象很深刻 Odi 我告诉你 我去开会的时候 人家看着我就在跟我搞笑 但是等我把报告一拿出来的时候 拿出来讲完 吓死他们 没有 本来是这种又做这样的 到时候没有的公公整整做记录 记录 我讲LED 连工程师都整个站的地方 你为什么要退出一点 你可以两边好好做 因为忙不过来 那个是有股票的公司 你要面对你的股民 这么多人 你要对大家负责 当一个董事长 最大的罪过 就是不赚钱 可是你那时候 要退出演艺圈 你知道我们这些晚辈 我们有多开心啊 对啊 终于等到这一天 我早就知道 而且这个时候 我手上五六个节目 我说不要 我就直接不要了 一个都没了 有留两三个 好 一共才五个节目 留两三个 一下子就不要 我们回顾一下 这么多年来 你一共大概做了多少个节目啊 这十年 大概四十几个 而且我告诉大家 剑哥做节目 从来不开会 三部政策 不开会 不彩牌 但是我也不会NG 最高纪录说 一年大概录多少 一天三个小时播出 一个礼拜 21个钟头的节目 都在录 我刚掉了 献哥那些红啊 到了年末的时候 所有的公司 拎着保险箱 对 到献哥家门口排队 要来订他来年的节目 哎呦 钱财啊 身外之力 对不对 你能吃得了多少啊 对 是不是这样 喂四十多只兔子 请客吃饭嘛 所以能够为大家服务 就是我们的福气 接下来 慢慢的 一点点未完待续 是是是 这也是我们将来期许的一个 特别恢红的一个前景 我真正要说一声 谢谢大家的真心的关心 谢谢你们 谢谢 人生当中如果一直都是这个 往上走的话 它其实不会让人家感动的 对 因为高潮是因为有低潮 对啊 对不对 一升下来就高潮 结束 没意思 你一定要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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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山车 哎 人家在哎 你怎么没有跟着哎 就你solo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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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了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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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你们要搞小五的声音 搞得好像在做足底一样 哈哈哈 哎 既然杏哥来到湖南 我们是不是要叫敬一下地主之仪 是 让这个台湾的local king啊 哎 感受一下我们湖南长沙的那种local的感觉 真的吗 特步提醒您 下一节更精彩 好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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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是不是放久了有点黏了 对 应该是脆的 好 那真的是放蛮久了 前面有个头要咬掉 哈哈 讲坏一点 中间煮酒我太晚讲 뛰 爱 哈哈 啊 哈哈哈哈 既然献哥来到湖南 我们是不是要叫 静下地主之椅 让这个台湾的local king 感受一下我们湖南长沙 那种local的感觉 我们首先按摩一下 我们就有请我们的健康技师 献哥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有头好的天王 是我的礼长21年 好朋友好久不见 靠杯 这是他的哏啦 对 他的哏 叫长沙啊 真的所有的朋友来了 我们都会请他 按个脚放松放松 我现在来录节目 最大的娱乐也是按脚 唱好了 那个老师给一个D 给一个D 给一个D 好 F F 你要一边唱吗 我喜欢边享受的时候会唱过 你我爱你 你有多深 我啊 有你几分 你去看 我去看 你去想一下 月亮的爱 要我的爱 这样应该差不多了解 他的身体状况了吧 对 我们来讲一下 这个 献哥身体状况 来 首先右脚同学 这里有点小酸 右脚同学 献哥的胃不好哦 我 我胃很好 胃不好 很好 很好 她说不好就不好 对 奇怪的 你应该是工作人员吧 她是足域的工作人员 我提手 我胃还OK 其实你可以经常按下 这个胃的反射区 可以有助你长高哦 他还能长高 见鬼了 对啊 那帮我按一下 还有我们左脚同学 胶子 腰老胜比较多 多做一下这个反射区的话 可以有点胜哦 那他还能生小孩吗 他生很多小孩啊 你摸你的脚就知道 你生了很多小孩了耶 有好的地方吗 还有老口也不好 她说你的头也不好 头怎样不好呢 想事想多了 这是第一个 多虑 精神压力太大了 精神压力大 你睡眠不好 她不睡觉的 你一天大概睡多久 对啊 我像昨天晚上睡两个钟头 憲哥从以前 两个钟头算多的 他可以一大早 带我去打高尔夫球 下午录影 录完影之后 晚上吃宵夜 吃完宵夜唱歌 隔天早上再录影 我是野人计划嘛 饿了就吃 累了就睡 同时我还有一个龟席大法 我趴了睡觉 这样龟席一下 大概十五分钟 就正常人四个钟头 哇 憲哥有一次跟我讲一个理由 他说你睡那么多干嘛 我说想睡就睡 他说反正你死了之后 可以睡多久就睡多久 对 憲哥 台客的最典型的打扮应该是什么样的 台客花衬衫 金项链要越出越好 纹身即尾不得体 我还有一次 访问到一个胖胖的女孩子 然后她手上呢 就刺了两个字 小梁 然后我就问她说 你为什么要刺小梁 是不是你男朋友的名字 分手地把它刺到身上 她说这个喔 这个原本是恨啦 后来变胖变小梁 然后跳舞要跳台客舞 怎么跳 我等一下教你们好不好 可以了 谢谢 谢谢两位姐姐 谢谢 舒服 那我教你们一下台客舞好不好 OK 台客舞其实很简单 我先教你们慢动作 一 二 一 二 三 四一次好不好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三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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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好 你们现在学到基本的啦 最基本的 还有花式 这是最基本的 台客舞就是表情很重要 表情要怎样呢 我示范一次你们 好 好 没有是 跟着一起来啊 来不要停 来了 OK 干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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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等 等 哟 哟 好累啊 太累了 还有一种跳跳板 跳跳板 没有的 來 跳 更累 哇 他最厲害的一個地方就是 什麼歌都能跳 真的啊 比如你換成 他也能跳 對 這樣會甚不好的 太開心了 剛才我們給大家感覺到的是按摩 對 回來 還有一點 長沙可是有美食的 我們接下來要有請 一位你的粉絲啊 從小看你節目長大了 美食來囉 大家好 我是楊一 楊哥好 楊哥們好 楊哥們好 這個叫蔥油芭芭 蔥油芭芭 蔥油餅 這個你知道的 小龍蝦 小龍蝦 小龍蝦呀 雞尾蝦 我聽說你吃雞尾蝦很厲害 我吃蝦不用手的 那怎麼吃啊 只用嘴巴吃啊 但是怎麼剝殼嘛 隨便來一個 先把蝦頭分開 但是蝦頭裡面有重要的蝦膏 對 所以你要側面分開 側面 而且你用感情的那邊 要感情 哎呀 我的媽呀 就分開了 然後呢 蝦膏留在上面 蝦膏吃掉了 不能用手 不能用手 蝦殼就吃了 對 好 再來 你要從旁邊把它衣服給脫了 衣服 要帶感情 好好吃個蝦 都可以講感情 哎 哦 後面再剝一口 沉出來了 分開了 那尾巴咬一口 東莊變夏莊了 哇 哇 你很快啊 完整版 然後自己用嘴巴這樣剝完之後 對 請你最喜歡的朋友吃一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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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會吃的 如果你 如果你不把它吃下去的話 是一個 是一個 他很厲害 他吃蝦更厲害 上海人 真的嗎 對 來 一次一個我都不用 絕對不用手 不用手 首先 要對蝦充滿感情 對 你好紅啊 你好紅 然後把頭去除掉 對 你剛才還蝦尾 哎 接近了 接近了 蝦膏吸掉以後 嗯 蝦 蝦殼 我跟你就不同了 對 這個不一樣 我把整顆蝦放到嘴裡 是嗎 然後吐出一個殼 這些在裡面施工 真的假的 真的有那麼厲害嗎 真的 很厲害 你看 全部咬爛吧 那你這相親的時候 不適合吃這個菜 因為人家會以為你有點 顏面神經絲條 你連殼也進去啊 殼咧 殼是補鈣的 來 你把這一點 憲哥留給你的鈣補一補吧 他真的把它刻進去 沒有 二師兄是這樣的 這個是我們的糖油八八 是甜的 你愛吃甜食嗎 喜歡 對 因為你開唐朝嘛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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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嗎 這個有點像台灣的馬薯 有點像 但它是糯米 我還是要吃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 蔥油八八 蔥油餅 蔥油餅 那是不是放久了有點黏了 不 很好吃 它應該是脆的 應該是脆的 那真的是放蠻久的 我也是軟的 我們上個月就開始喬您的時間了 對啊 所以這個 就是上個月準備好了 等著你來嘛 我們盛情嘛 還有這個呢 你吃檳榔嗎 可以吃 可以吃 可以可以 這個是我們湖南的檳榔 我們的檳榔是生的 熊檳榔 它這個是經過處理的 對 緩帶上檳才有弄到檳榔 對 台灣叫青果檳榔 我們叫煙果檳榔 我們是熊檢榔 那個 憲哥 先別感覺 前面那個頭要咬掉 中間那個東西也不能吃 對不起 我太晚講 我想說你怎麼就下去了 講壞一點 前面要咬掉 對啊 你吃一個示範一下嗎 你天天吃 我們這邊就是 朋友往來非檳榔不為禮 對 一口檳榔 滿歌 講話 講話 你要我幹吧你 你要我幹 那你你要我幹吧 我的長沙人啊 我跟你 你也長沙人 我咬好久還是同樣的形狀 我咬好久以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二粉 啊 而且長沙人打麻將的時候 一定要有煙和檳榔 為什麼呢 叫做檳榔加煙 好 這裡都是我的徒子徒孫們 太可怕了 我這個可以先拿出來嗎 可以先拿出來 還是一樣一樣 還是 有沒有奶味要吃第二種 韩哥 韩哥 你要不要吐一下吧 吐一下吧 突出母餅啊 麻繩嘛 太厲害了 好厲害 果然是法力 太厲害了 還有一樣東西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我們湖南長沙的精靈米粉 這叫麻繩 這是腰發 這是腰發 感覺整個腰在長大 好好吃喔 那這個咧 這應該是雞丁 雞丁 辣的你應該沒問題 我記得 我ok耶 無辣不成質 我告訴你 咱們湖南人是怕不辣的 對 一辣抵三鮮嘛 對不對 好好吃喔 這個要蓋在上面 對 這個應該是蓋上去的 蓋嘛 這個叫做蓋嘛 蓋嘛 這有點像北方的蓋薑飯喔 但是我們蓋粉 嗯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嗎 哎呀呀呀 哎呀呀 真好吃 而且它是熱群的 而且還是熱的 剛剛下出來的 剛剛下出來的 打小的咧 打小的咧 對 除了這些 都是上個月給你準備好了 對 這個叫做 肉餅蒸蛋 肉餅蒸蛋 哇喔 真的耶 你看最後單位很貼心的 是吧 嗯 阿姨晚餐吃這個吧阿姨 雞蛋 好雞蛋 嗯 土雞蛋 嗯 你這還有雞屎啊 平人啊 等一下等一下 韩哥怎麼會有 怎麼會有雞屎 就是為了證明是土雞嘛 我們知道憲哥特別忙 待會兒還會要趕到 另外一個城市 今天晚上還有節目要錄製 上飛機之前 先吃一碗 我們湖南地地道道的米粉 一定要了 好不好 然後再走 是嗎 一路上就不會開 就安心 安心一路上 我們也希望你在天上 在天 天向上 天向上的 時光是給大家留下的 最快樂的時光 謝謝憲哥 謝謝憲哥 謝謝你們 愛你們 謝謝 謝謝憲哥 我們嘗嘗小吃 阿姨娃在一碗 面硬一點 阿姨娃在一碗 面硬一點 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晚上好 大家認真我吧 我就是趕現場的大兵 歡迎大家來到天天向上 只要好好學習的人 才夠資格來天天向上 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天天向上的幾位舉持人 因為長期舉持節目 沒有好好學習 所以他們來不了了 舉持人發送給我了 謝謝大家支持啊 我一個人可能有點單膏 沒關係 我們還有幾位夥伴 有請趙衛國 有請熊壯 全都死 洪浩霞 今天我們有請熊壯 而且我們今天來到大陸 有請熊壯 提醒好 謝謝 還有這個呢 對 歸安了 歡迎大家收看高端Local 深度Local 娛樂Local 脫口Local 脫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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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标志 比如说洪南卫视 你就是Loco 洪南卫视我还算不掉Loco 它是Loco 我是Loco 河老师是Cole Loco Loco应该是本土跟当地的意思 对Loco就是汪河 对 也可以这么说了 对 我们今天特别特别高兴地 就请到了大老师来上节目 我们在重用热热掌场 欢迎大老师 还有我们的张卫国老师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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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冰老师 本名叫仁君 对 任务的任 任务的任 任君 对对对 95年的时候 机缘巧合大冰老师 跟那个旗帜老师搭档 开始说相声 是 一下子就火遍三香四水 那个时候号称什么呢 北有牛群逢狗 南有旗帜大冰 这是黄金搭档 到了1996年的时候 过去的四百年 湖南京市 幸运三七二十一 让他们家喻户晓 当时收出率达到60% 哎呦 我们天天向上 现在这么火的节目 一期节目的收出率 顶对也就4%到6% 啊 差十倍 就是我们一天啊 周末 礼拜五 礼拜六 两天湖南卫视 所有节目加起来的收出率 还不见得有百分率 但是除了上厕所之外 都在看他的节目 99年的时候 相声白痴获得中央电视台 春节晚会最佳节目二等奖 是 2006年的相声 谁让你是优秀 也是获得节目二等奖 是湖南曲艺节目 冲刺春晚的最好的成绩 本来本来要得一等奖的 后来 说一下每次我们这个节目 央视人不会看的 别人确实是比我们要高明 所以我们也就得了个二等奖 够了 够了 大老师现在了不得 了得了的 不得了 得了 得了 得了吧 得了什么 现在是我们湖南省文联的副主席 哎呦 也是我们湖南省曲艺家协会的主席 哦呦 四里曲鞋的主席 啊啊啊啊 对啊 忘了忘了 这得我来普通 茶茶四曲鞋的主席 所以我跟别人介绍 人家说哎呀 你现在是主席啊 你是哪里的 我是我是省力曲鞋 四里曲鞋 我们特别佩服大老师的是 校工厂 校工厂 一直都在延续 几年了现在 三年 你跟我们用一句话介绍一下 你这几位同行 搭档 弟子 他们的特点 比如说熊壮 熊壮这个人呢 人如其行 微无 反差很大 但是熊壮这个人 我告诉大家 他是我们这个 年轻的相声演员里头 最聪明的 基本上 我们听到过的相声 他基本上都能背 哦 哇 真的 对 这个厉害 熊壮 我们给你个儿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红兰校工厂 青年相声演员熊壮 因为我的普通话 说得特别好 所以我一直 坚持引杂首帮干先生 因为我把这个普通话 说久了以后 我把暂时发忘记了 接下来这个是群之诗 他的本名叫黄荣 黄荣 郭靖呢 你这一名是谁取的 大家逼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演了一个节目 叫蠢的死 所以我一在路上 碰到别人就说 你就是蠢的死吧 我说我不叫蠢的死 我叫黄荣的死 不 你肯定叫蠢的死 所以哪是有人问我 最后我就说 好吧 我就叫蠢的死吧 自我介绍一下 我名字叫做蠢的死 事实好几没老婆 不是我不想找对象 实在是因为太蠢了 毛一句要晕点 对 整理不宜的 谢谢 这个有点难度 你看我们说快把书 一般都要押韵 对 押韵好说 但是你说四句 甚至说八句 一句都不押韵的 这很难的 厉害 很难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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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 长得帅的 你叫蠢的死不合适 大家好 我是大饼老师的徒弟 在相声界当中 长得还算看得下去的 我叫浩翔 大家可以叫我浩子 谢谢 兵兵 他是你的徒弟 他应该叫我叫什么 他应该叫你叫哥 是哥 含哥吗 差点背后呢 他应该叫我叫 师娘 师娘 说什么呢 师娘 有那么娘吗 要想在湖南成为一位 相声演员 一位孝心 不容易 大老师他们当年 一个作品要出来 特别特别难 其实那个时候 大量的孝心 是从歌厅里面磨练出来的 湖南的歌厅 从发声到现在 一直处于特别开放的状态 就是他不是说 我只捧我自己 湖南的演员 不 他向全国公开 谁有本事 你只要立得住 到这来 你越火 工资越高 90年代中期 一个演员最高的收入 可以达到多少呢 多少 在一个歌厅啊 一个月可以达到10万 90年代中期啊 一栋楼多少钱 一间房 买一个门面 是5万块钱左右 那就是一个月两间啊 是《黄兴路》上的门面 黄兴路 最好的 那一首湖南的观众 这些观众看演出 大概去的什么样的状态 比现在要嗨多了 那比现在啊 什么样子 观众有网上扔钱的什么的吗 有 比如说喜欢汪涵 好 汪涵啊 我押了两个绳子 点 500块钱 唱着着管理的妈妈 我押了两个绳子 唱着着管理的妈妈 那时候点完歌之后 乐队老师就会 送大个大乐曲 对 这是一般的 五般是 这边点完500 那边占几个 哇 50年一个绳子 你先唱一次 我给你1000块钱 然后两边就 干啥 对不起 我先出2000 你先唱我 最后两人提着箱子来 逗钱 好棒啊 对 但都跟我没关系 最后就是老板出来 对不起 感谢大家捧唱 那是这样好不好 这个钱我出 汪涵 李蔡司和同四位 两位先唱 真是这样 有这种事呢 我也在上班 不用真出钱 那时候就是上来以后呢 乐队要分 那个时候台湾 好像也很类似 是的 那个时候也是歌听秀 然后呢 那个时候崛起的就是 张飞飞哥跟 吴瓜瓜哥 他们这个派系 然后呢 我也是同时这个派系 底下的小童孙 对 也是从歌听秀出来的 那个时候你别看 这么好转 要求很苛刻的 一个相声演员 如果你能在长沙的歌厅 待一年 不失业啊 你一定是全国一流水平 你有没有被别人喝过道菜 对 对 开玩笑 我就是被人喝道菜喝大呢 下课了 表柄刀嘞 真的是该一顿 上次来还是该一顿 脚是该一顿 红着啥 红着新的啥 真得满名的呢 人家这样说了 您怎么办 如果你有新的 赶紧换新的 没有呢 如果没新的说好话 对不起 大哥 对不起 我保证下回您来 我一定说一个好 下课了 上次也是干啥干的 陪笑的 陪笑 因为这是无条件的 因为在歌厅啊 那是真正的演出氛围 对 观众是真正的上帝 对啊 你不能说 你不能叫 什么不能叫啊 他买了票进来的 对 而且还有 他越喜欢你 他连看两天 你还不能讲一样的 对啊 有吗 有两种观众啊 一种是每天要看新的 对 一种是每天要看旧的 他就要看你昨天那样的 对 他昨天那个特别好 他带他朋友来了 嗯 我说马干昨天那懂了 哈哈哈哈 啥咯啦 你说你这怎么做 这个也太难了吧 你怎么办 真难讲啊 还有最好玩的是什么 有一个大老板啊 每天都坐在同一个位置上 每天只要一开锣 他就睡着了 来睡觉的 一直到整个歌厅结束 他醒了 哦 他是来自私眠的吧 我告诉你 就那么坚持了 将近一年啊 一年 天哪 你看你有没有丢 丢个花生米下去 他扔个盘子上 对 完了以后呢 有一次 是他有一个家里的事儿 请我们这帮演员到他那演出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您那么讨厌我们 您干嘛请我们 我不讨厌我好喜欢你们 对 不然我请你们干什么 我说你喜欢我们 你每次我们一上台你就睡着 对啊 一直到最后 是啊 不擅长你不行 嗯 你说为什么呢 他说你不晓得的 啊 我们做生意的啊 好大的压力 对 我外科根本学不足 嗯 我问要人都遇了我就学得足 我每天就学过三个小时 哦 都是在您那住过的 什么人都也 对 那是不是在家里演的那一场 就是大家安顿好 来来来看看看看 然后开始 以后睡了在家里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大兵啊 他的相声对湖南人说话 表情的影响简直太大太大了 湖南人几乎没有不喜欢大兵的 也有不喜欢 生活当中不自觉的 都会带出一些大兵老师 在相声啊 包括双簧里的 很多经典的动作和表情 嗯 是吧 韩哥你有时候也学大兵老师 我学他的声音是这线的了 哎呦 四个爱情法来的 被我钉在天使上 五九九南欢一泡 一道道道代替年 完全会背 那个时候还有很多 就是男生女生约会 那女孩子不来 嗯 我是个金的个不来呢 嗯 哈哈 都是还不来呢 哎呀 哎 那个时候还有那个 Tara 哈哈 表情太有意思了 那这个 是什么乐器呢 这个是长沙 各有的一种曲艺形式 就叫《长沙弹词》 它的乐器就叫《乐情》 那个是一种民间弹唱的 普遍说唱语 大老师的老师 彭延坤 对 老先生 现在是《长沙弹词》 硕国仅存的一个人 老先生70多岁了 对 我在这儿呼吁一下 对 年轻人 如果喜欢《长沙弹词》 我跟大兵两个人出钱 我们请你 请你去彭老师那里学弹词 报名处在我这儿 教授一下 真是 只要你愿意学 而且坚持能够达到一年以上 每个月我跟大兵老师 就是开工资给您 因为我师父已经76了 身体很不好 如果哪一天要万一的话 这门绝技就失传了 对 就完了 咱们后人就看不到了 是 我不是不想学 我想学 问题是我师父说你不能学 为什么呀 因为我是学过唱歌的 那么他就说 你的嗓音不是我们长沙的土嗓子 对 这个必须要土嗓子才能学 什么叫土嗓子呢 你看汪涵说话 他因为他练过 所以他的共鸣腔在这儿 对 往上 对 土嗓子是在这儿 嘴 你听花鼓戏也认 对 在几米 对 越往前 越在嘴上 在几米 越好 那我应该有吧 你有咖喽 拿你某狠 有点意思 有吗 有吗 你这不是土嗓子 你是布局嗓子 你这傻嗓子 我们真的在这里呼吁 全国的观众朋友 你真的如果愿意去学 主要是常常常人 主要是常常人 他毕竟还有一个方言的 对对对 不然的话外地人学不会 你要愿意来的话 你跟赵卫国联系 他收完钱他就好了 跟他联系有什么用 他收完钱他就跑了 他绝对收钱 对 收钱就跑了 想找我都找不着 学常常谈词啊 常常谈词是咱们自己的玩意儿 但是我们出钱 国家也会出钱 也会出钱的 有专门的叫 分工之文化遗产保护基金 只要你去学就发工资 有司机接送吗 你都有钱了你啊 你自己买车呀 买什么车呀 你又买个火箭自己来去就行 火箭 能回来吗 包括你看我们就是玩啊 有时候笑啊 都是有大兵老师的影子 包括很多方言 比如说常商人 称这个人特别傻 叫他叫什么 哈利尤 哈利尤是 哈利尤是什么尤啊 对 外地人真是听不懂 哈利尤 对 哈利尤又蠢的那种 街边的那种 哈利尤 那种混混 难怪我下飞机 大家一直叫我哈利尤 哈利尤 现在哈利尤 已经变成了一种专称了 就是哈利尤 现在已经没有贬义了 对 很可爱 对 变成两个人之间 就是亲密无间的表现 我之前知道 有首歌唱的就是这个嘛 什么 哈利尤 哈利尤 清醒的朋友 离不开的哈利尤 哈利尤 早点把它消灭掉 刚创作的 现场就安静了 剑了我一身血 对 对 抱歉 其实啊 要想创作出一个好段子 其实非常非常难 你现在如果要写一个相声 大概要多长时间 大概平均是 两年半到三年 其实你没看我 一天到晚跟你瞎扯啊 但是我头脑中 那根弦一直绷着 就等着你无意中的一句话 他绷着一下 哎 给我抠响了 就抠响了 就一通百通 这样不行 这样压力太大 你要找个歌厅好好睡一下 哈 你就是伤了嘴 你要不然是这样 你坐在相片 看我们做节目里 绝对会睡错的 除了经典的相声之外 大兵最让人着迷的 还有一个 就是双簧 哦 双簧不容易 太经典了 那个 现场喜欢听双簧 那请鼓掌质疑一下 有很多经典段子 比如说 洗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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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很多小朋友 可以从头到尾背一背 背出来 经常会有 我个人一百块钱 到隔壁一颗西山 一颗海桃都爱见 太喜欢了 还有那个花的油 花的油我生来就这一名花 插个石 插个石头的 插个花 马斯 我出马中 还要拖一下 一块钱做针包 一块钱 干什么 马甘子 你看全都知道 好厉害哦 双簧这个其实是北方 它是北方的一个玩意儿 就是北方自己的一个传统 的取义形式 嗯 但是后来呢 北方人已然不看双簧了 嗯 当时我跟齐志 我们俩在歌廷演出的时候 因为当时我们的对手很强啊 杨五六 啊 杨五六和周卫心 啊 他们火的山崩地裂啊 在他们面前要想 躲一口石躲难啊 对 所以我们必须得有一个杀手锏 最后就说我们来 把这北方的这个 没人说的这双簧 双簧 摆起摆起 拿出来试试 看行不行 不行就算了 散火 那当然 当时如果你抢不下饭来 你就得饿死 对 所以我们就弄了一个双簧 哦 就是英雄不死 哦 大家都知道吗 就老打不死 我老有一句话 连事都得起呢 还有一句话 还有一句话要说 就是那个 叫英雄不死 那是我这一辈子写的第一个 第一个双簧 嗯 对 非常非常火啊 嗯 接下来我们就 重现一下当时的这个精彩 哎 我们就这个洗脚城 洗脚城 特步提醒您 下节更精彩 塔利阳开了一站洗脚城 我洗100只脚 好多钱呢 嗯 姑娘 我今年 恩私房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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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从哪里来 我的老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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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经典的相声之外 大兵最让人着迷的 还有一个就是双簧 哦 双簧不容易 太经典了那个 接下来我们就 重现一下当时的这个精彩 我们就是这个洗脚城 洗脚城 我想请我们的赵卫国老师 给大家演这一段 哎呀 我的后头说 哈利尔开了一家洗脚城 底店就在尖簧林 尖簧洗脚 那里过走影 洗脚镇就卷钱了 我洗一扎酒 只收他五十块钱 我洗一百扎酒好多钱 啊 老子发点狠 我一天洗他一碗 这酒 一碗 这酒了 算好多钱 先看啊 一切得琴啊 一切四十八 三包妇女节 五一老灯节 六一我要哭节 七 你看 你看 哎 这就配上了 对 我们是从来没搭过的 真的 你们看啥呢 开了一架洗脚城 你们看什么 第一点就在 小五你念 小五 好 哎 小五念行吗 小五念 小五可以 小五念成Smitter了 你先拉一下手 你先拉一下手 啊 哈利尔 那个 我 小三 唱慢一点嘛 雙簧啊 你要让前面的人嘴巴配得上嘛 哈利尔 廖 里尔 是韩剧的双簧了 拍手 哈利游开了一家洗脚城 地点就在金盆铃 金盆洗脚啊 让你过足营 洗脚城赚钱了 我洗一只脚 只说他问我 我洗一百只脚 好多钱呢 老子发点狠 我一天洗他一万只脚 一万只脚啊 算一下多少钱呢 一七得七 二七四十八 三八妇女爵 五一劳冻结 六一我 哎 哎 这个节奏算不错 有点意思 还有别的吗 有啊 打麻剑 袁儿你在前头 你还帮他配配 我帮他配配配 太好了 太好了 大家好啊 我叫田园 我是个 哎 哎 真把实话说出来了 来 来 来 我来 我来 哥 配合一下啊 你换鞋 哈利尤 我生来就这一名换 查个换马死 可除麻将 我叫田园 我 是一个 哎 还没告诉我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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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念这个 还不是说听不懂 你知道吗 对 我看看词啊 我这个其实挺难演的 要不是这样 你在前面演我 我在后面说 不不不 我对不起 我得在后面 你在后面 我撕吧 你坐前面 哎 对对对 哎 这个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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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头发长这样 哎 韩哥 韩哥不得了 哎 你长个歪片 哎 韩哥不得了 韩哥 你翘辫子了 韩哥 哎 会不会说话呀 前锋刚才真是 他拿这个的时候 车轰转转升起来 哈哈哈哈 你问我为什么还不交给他 哈哈哈哈 因为他等我学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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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他刚才 slowing down 我inda zat 哇 太棒了 太棒了 你刚才那个时候 就不是韩哥了 完全是个安蠢你知道吗 什么叫安蠢 这媳妇演得好 3721那时候我还是做编导 那时候就天天跟大老师混在一块 所以对她的那些东西都非常非常熟 那时候她跟我说句话 她也鼓舞半年的勇气 真的 真是 我是腕儿 她那时候是大腕儿 大腕儿 她甭管是什么腕儿 她姓大 她都是大腕儿 对对对 她能跟我说句话 她半年高兴坏了 对 我跟大老师说句话 我能跟大老师说句话 我恶心半年 不 开心半年 开心的头部都立起来了 我们刚才都是业余的配合 韩哥 可以不用翘辫子了 没有 习惯了 是吗 对 一直翘着吧 这多好啊 像个天线宝宝似的 接下来赵老师 您跟大老师来一个双簧 漂亮多了我 掌声不够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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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一段啊 待会儿看的比较少的 叫并非讽刺医生 我身体好多毛病 一世人真难忘经过医院 昨天我一口气 零敲五十张人啊 的 孩子敲个一半 就尿发的南威人 哎呦 你说呢 搁南威啊 好多个字呢 年轻 年轻啊 你说呢 年轻了 到时就没往南威上搁了 那直接往谷里拿点 你干好这件何事咯 这都巴士 巴士 巴士啊 哈 巴士就巴士 哎呦 便宜人啊 年轻 跟我被我换到巴士 的 要不敢设满木材 还想换着脚的 巴士块钱 够难为 明天我把卷家喊得来 集体够难为 准备好啊 你啊 你要当猫要不呢 医生呢 是要烧鸡 还说干吗 你一直见啥鸡 都要当猫要的 你又是不帮我这人 告诉他 你只去到巴士 哈街嘛 那里有猫要打咯 还要当猫要的 我里不当猫要的 医生呢 不当猫要 我叫得费 叫士可的 当猫要 那就巴不哈金一针啊 巴不啊 医生呢 那打这个是猫要的 那这个是猫要的 经口猫要 与不猫要的 那有便宜点的猫要吗 便宜点有都是有啊 下骨就不敢包子了 喊醒就醒个的了啊 而且敢猫的地方不猫啊 不敢猫的脏起猫的了 万一以后隐先的夫妻生活 我就不负责任了啊 打净口的医生呢 打净口的 那我负责任太大的 我背不起了啊 打一针 打准备 打净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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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叫什么 打净口的 小明君不开单了啊 你啊 还收拾的还下兜不呢 医生呢 打净的嘛 下兜的啊 我下兜非要五不可金了啊 那叫不喊的 医生呢 我太太打净了 没得打净口的 上了五两二十元的 我这病人妈留我了啊 我麻烦了 碰到你个医生 不留我一定不行了啊 小明君打 哎呀呀 去鞋子 去鞋子 我这给我鞋满走了 不要好高的 哎 你要知道鞋不来啊 我你不是鞋的 大明子鞋是医生呢 你是不是鞋撒不来啊 是不是妈不来啊 那还能妈不鞋的啊 我鞋撒不来五不可金了啊 哎呦 生了好多金了 行 我把鞋子住了 我也不可可堵得了一生呢 对 你找一个都太多不就好办了 经过你把鞋子去 上口打开 南外进去了 一道狗狗 走你 手续圆蒙真根的 最后问一句 你还奔起不来啊 这医生呢 到时候我上去去干什么 上去干什么 都门子过来 三七五十六的 哇 演双簧的时候 两人有出现过状况 你指哪方面的状况 就是忘词了 这个不会 不会 这个双簧啊 排练起来有一个诀窍 就是前脸后脸是面对面的排练 哈利尤 孙来 最灵娃 查德华马斯 抽娃娇 节奏同步 声音同步 最重要的是感觉同步 感觉同步 赵老师 您在跟大老师搭档之前 您自己说相上说了多少年了 1979年开始说相上 哇 我们俩合作是003年了 1979年说到03年 对 多少年 算 一期得提啊 一期四十五啊 孤一老地提啊 那个不用算了 他讲了几年 我就几岁 对啊 说了33年的相上 你1979年的 我1979年了 大老师评价一下你 这位大老 赵卫果老师是一个 相当专业的相声演员 他是真正的是科班出身的 哦 犯罪过客嘛 哎 前科 他是做了科的 我还是野范 所以你看他在台上的表演 是非常非常到位的 嗯 双簧也看完了 对 我们接下来看大老师跟赵老师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 合作一个相声 六国风相 来 有请 哎呀 非常高兴 来到咱们天天见上 我今儿祝愿咱们在座的所有朋友 心情舒畅 身体味棒 今后的生活天天向上 好 给大伙说段相声啊 哟 啊 啊 买票子了 那是大安静里的 把他抓起 赵老师 赵老师 哎哎哎哎哎哎 哎呀 嫂子嫂子嫂子 那屋里好玩 好好好好 第二点好玩 呃呆呆去世了 哦 结案顺便啊 哎呀 谢谢 爱结好玩 哎爹也去世了 结案顺便啊 哎 蛋哥好玩 蛋哥出差了 结案顺便啊 哎 这什么叫结案顺便啊 哎 出差了 对不起 哎回来就好了 再见啊 你说什么就再见 您您过来过来过来 我不认识你啊 对了 你是刚才喊的没买票那位吧 爸 哎哎哎哎哎哎哎 好不认识了 那给我妈妈拍了 我不想拍 为什么呀 我是演员 你哪位演员 干什么的 下个节目就说了 下个节目是 狗熊钻火圈 您是那狗熊啊 还是那火圈啊 再下个节目 下个节目那是 魔术大便活人 您是大便哪 还是活人 所以说就活人当面 再下个就是我 那更不可能 那是相聚 你是相聚演员 这相聚可不容易 台上一分钟 台下得十年功 您是哪一功 我十年功 生诞镜莫丑 我问你唱哪一功 我是那个 明白了 您是个蛋 您是个蛋卷演员 对 蛋卷 我说蛋卷演员 我没见过你 你可能对我比较陌生 因为我出台的机会比较少 上台比较少 但是我的师兄 你可能就熟悉了 相聚大师王永光 那是大师啊 都是严家 那就是一家老小向前冲那位 严家 对对 他是我师兄 他叫永光 对对对 您叫 明光 的确是令光 怎么样 行啊你 下回 等我有空的时候 我唱戏 来上你 让你过把眼 干嘛下回呀 今天我就有空了 您带我唱个歌怎么样 那不行 咱们不行啊 你有空啊 你有空啊 你有空我没空 你肯定有空 我肯定没空 你绝对有空 绝对没空 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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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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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空吧 好了好了 带你参与他了 你点吧 我点 当然我是金官嘛 我会六万多个戏吗 没有太多了 行 江剧里边的四大名剧 叫六国风相 好戏 好戏吧 没法唱 没法唱啊 太长了 没关系 咱们掐头去尾 不唱中间 那就甭唱了 只唱中间一折 唱哪一折 叫荣归 苏琴呢 衣锦还乡 可是故意穿了一件破衣裳 来试探他老婆对他是否爱情 依旧 爱情戏 对 我最喜欢参与的戏了 我看得出来 我们怎么演 你就演周氏 我演唐哥 我就来苏琴了 好了 那咱们就开始啊 开始开始 表演之前咱们得简单的化化妆 这个演员呢 他这不化妆是不漂亮的 对 尤其是你这模样的啊 好 打扮完之后 咱们大伙瞧瞧 一看就是一个精神上受过打击的女人 好业 开始吧 您开始叫板 什么 叫板呢 好 来个看老婆鞋 来个马卖票 干撒拉板 打架是怎么着 也要过叫板吗 不可以叫板 有句唱 对有句唱 对啊 有句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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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什么 不会啊 我忘记了吗 我六万多次信了 记那么多 我给你提醒提醒 哎哎哎 投河自尽了残生 被人救起 受苦行 还是老词嘛 对对没敢没敢 信词信词 开始吧 好 好嘞 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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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不唱 怎么不唱了哟 你看这是无聊吧 啊 我一唱他就拿扇子打着我 你是觉得我办线太好了吧 快不抢了你的戏吧 你这业余的就是这种阴暗 我告诉你 要了命 什么都不懂 你唱这叫门帘导板 这是在里边唱的 我这扇子好像是门帘给你那挡着 知道了吧 咋咋咋 再来啊 挡着挡着 咋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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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单身鼓励 要赶了 真的好吗 再来 好 好 自尽妙残 又投一回 被人揪起 手呼吸 大大大大 大 大大大 大 大大大大 大大大 大 好 再来 再来 拍下 合同为官呢 就这一句 往下呀 往下还有啊 有一句白呀 有句什么 有句白 早说嘛 大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大大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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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生 大大大 小吴 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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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 大大 大人 你说的白吗 倒白 倒白 倒白你说白干什么 老说黑话谁听得懂啊 你这个人 这叫黑话 你说道白不就行了吗 道白 道白 来 怎么道白 好好好 我提醒你啊 真的是 我回来之后 你看着我穿着破一阑珊的样子 你就说了一句话 你孩子这样回来了 我孩子这样回来了 爹爹爹 他又是这样回来了 这不还是老词吗 你告诉他 他就是老词了 真的 老词 来 来来来 大大大以大 大大大以大 你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我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爹爹爹 他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我又是这个羊儿回来了 爷爷 老公啊 楼上有人丢死的瓜 打得我的老公啊 打得好啊 不打你的老公 我以为你还是个服毒妓啊 老这一句来回转悠啊 那怎么了 后面有四句唱啊 对 还有四句唱嘛 经典的呀 最好听就这四句唱嘛 没错啊 怎么唱 真的 你不是凌慌吗 你不会六万多出戏吗 您肯定会 是吧 我当然会 会会会 我怕我会的跟你不一样 你接不上怎么办 以你为主 咱们掌声有请 灵光先生唱个四句好不好 唱上来热烈鼓掌 唱不唱来 我掐死到台上 好不好 好 我回来了 对对对 他老是这个样子回来了 大大大大一大 得唱 你从大里来 我的老公 好像一只苍蝇 飞进了我的碗中 不是你能做 我决定的话 几日的停留 我们已经分别得太久 太久 我劝你 特步提醒您下一节更精彩 听这热烈 听这热烈 热烈 听这热烈 听着奶奶耶 听着就死 这个小小的校工厂 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团伙 给大家说一下 大概是什么时候演出 然后在哪儿 是每个星期一的晚上 在坡子街的湘江剧院 我们最新的作品 也是首先在那儿发布 其中也有大老师 还有赵老师 还有很多优秀的 湖南的年轻的相声演员 在那个地方进行表演 他们什么都不需要 他们就需要各位 真诚的掌声和踏踏实实 坐在那儿 伺候各位一段相声 20块钱一张门票 是要20块钱一张门票 我们再次用掌声 谢谢我们的大兵老师 谢谢道老师 谢谢 谢谢我们的三位 年轻的相声演员 谢谢你们 谢谢 是的 在这里还要感谢 统一老谈斯上的牛肉面 对特补天象的大力支持 感谢伊利古利多 对特补天象的大力支持 手机可以发送信名 到10669588209 参与天天向上的短信互动 就有机会获得引领时尚 大屏我先想 狗维女性大屏智能手机第九 提供的全套主持人签名照 狗维女性大屏智能手机第九 苹果笔记本电脑 还有特补天天向上的门票两张 在这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的特补天天向上 谢谢大老师 谢谢赵老师 谢谢三位年轻的相声演员 也谢谢各位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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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也请阿毛 阿毛 你都没长高啊 阿毛现在三点还是这样的 阿毛 你把那个好理由来一遍 预备 起 听着老师咧 你一定毛死 你接着地狠咧 你会上好多下子 下子 你会喝好酒好酒 吃不下 还是在温和的场上 而不是在改过的地方 好理由来 不是今天晚上 咱们那都好理由来 你弄到哪一段去了 这跟干嘛酱那个嘛 这跟他的油有什么关系 是东风 阿毛怎么每次出牌 都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出牌的啊 不按常理出牌 我很难了解他的名版 宝贝 来来来来 不不不 你这样 你声音太高了 用小声说 来吧 听着老师 太小了 太小了 大一点点 不要叫就行 听着老师咧 他只有两个极限 平常跟你爸爸说话 听着老师咧 流死了 跟你爱姐说话咧 奶奶咧 听着奶奶咧 听着肉丝 哦 哪都有肉丝啊 好好好 奶奶叫肉丝 好好好 肉丝奶奶 肉丝奶奶 那你爷爷叫街可吧 碰到隔壁的爱姐嘞 哈喽 肉丝啊 你好不 肉丝 你看别人看 你看肉丝啊 你们一条街 街的人名字都叫肉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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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住的那条街叫肉丝街 只要发掘出自己心中的小偷 你就可以把这个小偷也好 来了 小偷来了 你这个样子一看就是小偷了 有那么像吗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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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快又急了 嗯 前面都是晕爆掉啊 嗯 又急了 这是 只要哈子笨 哈哈哈哈哈哈 半小萱唱的那一首 手围多啊 焦围多啊 帕金森施针 学叶叶这样你就快要撕掉了 不要乱改词啊 上次我还看一个兄弟胸口纹身 我说这个是什么 啊 不要讲这个了啦 闻错了 闻到泰国的那个菜单啦 就有机会迎主持人亲民照 天天向上门票两张 多为女性大屏智能手机第九 时尚笔记本电脑 本期中奖观众是 你想成为向日锤俱乐部荣誉会员 亲身参与向日锤公益活动 并到现场看节目 与天天兄弟便会游雪吗 欢迎订阅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唯一官方图本 城市生活快乐指南 啊向日锤征定热线 400 0731 099 哦哦哦哦哦哦哦